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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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是印台北市 陳德汽車商圈 工會理事長寶哥的邀請 要辦一個公益的 競拍活動 那我們這邊準備了一台代鋪車 精挑細選之後呢 我們挑了一台四門的K8 那原因是我覺得這個車應該會有 少數特定的族群想要買回去代付 或者是他想要改裝 順便呢也可以做公益 所以呢我們就捐出這一台車子 然後現在我們就先出發 到這個寶哥的公司 讓這個老經驗的這個前輩 來鑑定一下這個車能不能當做公益 相信我挑了他也不敢打槍 那他也不會打槍 那我們就出發往陳德路去走 看到沒有 老天爺欣賞我們這個做公益的心情 酒和風乾淨 馬上下雨來響應 他也在想說 應該是在哭吧 好啦這一次呢 真的是應這個理事長的邀請 他找我們一起 公益我們本來就一直都在做 順便呢也幫我們這一些 這個陳德商圈的這個通業做一下宣傳 讓大家知道說這個商圈呢 他是有理事長的 他是有管理的 而不是這個沒有在管理的 類似這樣的情形 那請我來處理這個公益車 競標的這個事宜啊 而且到時候呢 他是採取現場競標的方式 然後呢 本人也會在現場主持這個競標活動 有空的這個粉絲朋友們 可以來熱鬧一下 拍拍照 來看看這個小絲 到底是不是真如阿呆拍的 台康那個照片裡面 肥成那個樣子 哈哈哈哈哈哈 這台其實冷氣蠻良的 我覺得這台車後來不錯 我是真的有挑選過 這是跟我們換車的客人 我其實很捨不得啦 因為他只是一台有照顧的行李 然後我一直存在我們的車庫裡面 想說哪一天拿出來拍片他是幹嘛的 或者是當公益車也沒關係 誒剛好有這個活動 好吧 到了一個階段 我們有時候錢不是問題 我們要的是這個回饋社會 好啦那我們就先去寶科那邊 給他做完鑑定車況之後 我們會送到成德汽車商圈的修理場 建立汽車 那我們再給他做進一步的檢查跟準備 誒寶哥 誒你好你好你好 好久不見 這一次呢 我們為了響應我們這個成德商圈 這個理事長寶哥 我們要舉辦第十四卷了嗎 那我們這個名稱叫做什麼 台北市汽車加年華會 加年華會 對我們特別響應 我們要處理一台公益車 誒這一次最重要就是說 它的一個主軸就是我們透過這個活動 做一個公益拍賣 所以今天這部車到我們的現場來 我來做一個鑑定 對對對這我的榮幸 寶哥其實在幾個月前就交代我 我精挑細選了幾個月 找到一台我覺得呢 它雖然有點年紀啊 可是我相信這個寶哥老經驗也知道 一直到現在還有很多年輕人 很嚮往的一台車子 對對對這部車子 在幾個月前 我就非常拜託我們的小市的團隊 沒想到今天我來看一個 這個車子的外觀看起來的話 它非常的柔和 而且能夠保養成這個樣子 實在實屬不容易 目前是還沒有整理的狀態 所以就先來給寶哥 來幫我們這個觀眾朋友們 還有幫這個我們這邊 做一個基本的一個鑑定 看能不能 是是是 把它拿上我們的嘉年華會 來做一個公益 對 原則上我們看一部車子 是 它這個車已經有年紀了 年紀了 超過20年 對 但是整體來看 我們要看它的主軸在哪裡呢 就當然像引擎蓋啦 葉子板啦 難免會更換 對 但是它的引擎蓋呢 它的原廠的膠都還在 但是我覺得 我們要看它的良柱 對對 如果沒有什麼去商過的話 把燈打開來 謝謝 幫這個寶哥補光一下 它的良柱啊 它沒有商到的話 等於說這部車的保養 還是非常的漂亮的 我跟你講 能夠超過20年的車 能夠這個樣子 是不是 其實啊 我相信以寶哥的經驗 我才20年的經驗 寶哥幾年的經驗 我40年 40年 Double 等於是我5歲的時候 寶哥已經在做二手車了 小吃客氣 因為一個成功的一個 我們的二手車經營者 我這一次會特別 我們來拜託我們的小吃團隊 就是因為它的一個 做人為人啦 還有它的一個低調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活動呢 是屬於一個工藝型的 能夠運用這個機會 能夠把一部好的車子 拍賣出去 那捐給一個有意義的團體 這是我們一個 共同的一個目標 所以啊我跟你講 寶哥我相信啊 是是是 寶哥是為了觀眾朋友 其實以寶哥的經驗 我相信 剛剛引擎剛一掀開的時候 寶哥心裡應該至少 有七八成了吧 OKOK啦 因為你們注意看 這個引擎 還沒有在整理的情況之下 所謂的沒有整理 就是它是個原封的 對原來 可能要經過我們 比如化個妝啦 比如說水箱有沒有漏水啊 冷氣怎麼樣啦 直規鏈條怎麼樣啦 早期還有火星塞的 火星塞怎麼樣 你看它都沒有漏油的痕跡 它是非常的原始 很自然的一個呈現 所以這部車是應該很OK 我不知道 因為我還沒看到里程 里程是現在大概多少 里程我坦白說 我去查詢是準確的 是是是 那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 監禮站的登錄 是近幾年才有的東西 它現在上面是十五萬八千 好我們就抓算二十萬好了 好 因為二十年來抓二十萬 到二十二萬的話 這一個引擎 我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它的壽命 可以開五十萬公里 它這個保養是非常漂亮的 很到位 所以這個車主是非常愛車的 然後我整體一樣看起來 它的一線 感覺上看起來很舒舒服服的 對 二十幾年的車 而且是國產車 國產車 不是進口車 當然是鋼圈 可能是之前車主有送過 但是剛才看起來也很柔和 輪胎你看 它的輪胎還有八九成熏 這輪胎 只勾在這裡 哎呀很棒 這部車來做一個工藝的話 非常適合 那內裝要不要也幫我們看一下 哦 這內裝也不錯哦 而且它是個人工皮 可是它裡面 看起來就是說 來這個鑰匙給你們 很自然的 我發動一下 引擎的狀態 對我發動一下 啟動馬當很好 感覺上聽起來就很舒服 冷氣是冷氣 冷氣超冷的 哦冷氣很棒 下車眼鏡都是霧 冷氣很涼 壓縮機 確定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部車的內裝 看起來也很自然 還沒有整體 整體過會更棒 這部車子我只能這樣說 小師 十年 它的一個樣子是這樣 如果超過二十年 還是這個樣子 這是它的價值是有 對對 這個我們常常跟消費者講 我們不是要買到像新車一樣 而是說 在這個年紀裡面 它是頂尖的 給魔女的狀態 它看起來就很照亮 整個裡面的輕 沒有什麼大事故的 你看到沒有 這個都很棒的 開玩笑 我們也是檢查過才敢來的 不然等一下被寶哥說 你的車更不好 辛苦辛苦辛苦 被打槍 我們也是 二十年的老臉也是拉不下來的 對對對 這部車子的話 整體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非常的優質 而且它的車頭燈 這個車主有照顧 所以說其實它車頭燈也都已經 曾經換過 所以現在看起來是非常漂亮 很漂亮很漂亮 對 因為這種車子本來日系的車子 對 它本來它的CP值 就比如說省油方面 稅金方面 對 還有它的維修方面 它都非常的親民 對 非常的親民 超便宜 然後這個車子我這樣判斷 比如說一些小資族 也許是幾萬塊錢 它能夠買到的話 它可以帶個布 還可以用個三五年都沒有運 對所以我們希望說這個活動是你 真的說家裡有需要 然後也沒有那麼高的預算 再來參與這一次的活動 然後可以幫助到你們家庭的使用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公益活動的最高原則 那寶哥 所以這台車 最後有沒有通過我們這個公益車 寶哥的認證呢 當然有啊 當然有啊 我以我的一個經驗 加上我跟小資合作跟配合 我相信廣大的消費者 對於我們的活動都會有信心的 這一點是請大家放心 那接下來當然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這只是第一關 通過寶哥這個基本的一個檢查而已 接下來我們還有第二關 我們要到一樣是我們 承德汽車商圈 配合的一個這個修理廠 建立汽車 再做一個更深度的一個認證 檢查完了以後 該委修的 該更換的 我們做一個動作 完成之後再拍賣的平台 對好不好 那我們就往下一關前進了 好幾關要走 謝謝寶哥 謝謝謝謝小資 謝謝謝謝謝謝 希望活動能夠順利圓滿 下一關 go 來今天來到這個建立 這個是應該15年有了 有啊 小鐘 其實他以前我跟妳講 我們老觀眾就看過他了 沒看過他代表你很菜 這號稱學歷最高的氣修工 沒有啦 天之片荷而已啦 欸我 我沒有看氣修工去搭1MBA 對 晚上沒事沒事 多少搭取 人家晚上沒事 都在 喔 你晚上沒事沒事 是你搭取 這個我就比較不夠了 對 這個我沒辦法 我會想他生意好到修車 修到他下班就虛掉了 對 就是用你的專業喔 幫我們全部檢查一下 就是說我們至少把這個車 整理到一個 不要說完美啦 這20幾年了要完美 太豪銷對不對 就是我們 依照我們小鐘的這個經驗啊 覺得說有立即需要更換的 我們就把它做一個整理 啊記得到時候這個 修理的費用 我知道 最兩次做公益 我們當然就是以公益為主走 對不對 這到時候再討論 不能凹他 我怕現在凹他要出錢 他看到要換的時候 跟你說不用換 哈哈 不會我們是良心事業 不會有這種事情 而且對啊 不行不能凹人家啦 反正這是好的事情啦 就是要仰賴你的專業啦 幫我們好好檢查一下 好啦 那就麻煩小鐘啦 OK 好 我們一開始先試車嘛 對不對 我們就先試這台車的整體的狀況 跟它的底盤有沒有什麼意義 剛剛有稍微卡一下 車子的狀況是還OK 這個車子雖然年份比較久了一點 但是它的冷氣還蠻冷的 底盤也沒有什麼意義 這個抖動算什麼 這個抖動的話就算 因為老車它本來就會稍微震動會比較大 如果要讓它整個不會晃動的話 可能就是引擎腳跟變速箱腳 要做個更換 整個車子的那個 共振跟晃動比較不會那麼的大 因為現在打第一檔 車子也沒有撞得很嚴重 表示它可能是輕微的老貨啊 那我們現在就試一下 它的換檔有沒有正常 因為這老車就怕 引擎跟變速箱有問題 加速基本上還OK 沒有什麼頓錯或是會有撞的感覺 車子的性能 坦白說 整個操控性 跟它整個輪胎的抓地力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這個車子 我們可能等一下回去 就再準個檢查一下 看看底盤有沒有露油 然後有沒有露水 橡膠鐵套那些有沒有磨損的地方 前後避震器 四次避震器再把它檢查一下 剛剛有聽到異音嗎 沒聽到 好像沒有 對啊都沒聽到任何異音 然後再來就是說 看皮帶的部分 看沒有老化 然後上面的電片 氣門蓋電片 跟那個後面分電盤的油風 看有沒有露油這樣 然後再做個保養 做個保養 做個大保養嘛 機油變速箱油跟煞車油 做個更換這樣子 這個引擎腳沒有太嚴重 應該就破壞了對不對 這個引擎腳 你看打空檔跟打地檔 其實震動的感覺 沒有說很明顯 這車之前車主應該是有在 有在顧車 對啊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車子 整個架高起來 然後我們開始檢查底盤的一些 橡膠跟一些 傳動軸的耗材跟輪胎 那我們現在看這輪胎其實 這輪胎看起來還蠻新的 應該是胎皮都還 那我們再看這個傳動軸 那這傳動軸 我們檢查出來它是沒有 防塵套式都沒有破掉 然後這個優底殼電片 也有一點剩油 我們就到時候 再把這個優底殼電片 做一個更換 那這邊的傳動軸 看起來就還蠻正常的 也是就是沒有肉油 再來我們就是檢查它那個 避震器 避震器看也是沒有肉油的跡象 這應該之前就有換過 封套都還在 旁邊這邊看它這個橡皮 橡膠墊也都是新的 前車廚應該都有換過 然後它這個也換了改裝的這個 強化版的三角架 這個橡膠應該都有變價 比較有硬力 看開起來比較不會有聲音 那這個像這個橡皮啊 那個三角架的橡皮 看起來都沒有沒有磨損 沒有裂掉 對啊這個後面這個也都沒有裂掉 然後再來我們會看這個平衡感的橡皮 那平衡感的橡皮也是 就是跟這個鐵都包覆性都還蠻好的 所以開起來就都不會有聲音 那這個方向機的那個橡皮 它也換了那個強化的焦套 所以整體來說應該狀況都還OK 這邊我們也會看 同樣的地方有檢查 像這個三角架的橡皮啊 然後三角架的這個中間這個鐵套 避震器 這避震器應該也是換新的 這個焦會不會在 看起來也都沒肉油 那這方向機我們看它是沒有水油 因為這個方向機看起來還蠻OK的 那前面的底盤大致上檢查起來是還OK的 就是沒什麼太大的耗材 除了這個有底殼墊片 有肉有粉底看起來都還OK 那我們再來看後面的狀況 那這樣子看起來其實它的底盤整個都沒有生鏽 也沒有說有肉有肉的很嚴重 我們看到整個都是 那後面的話我們也是一樣 這邊就是一隻下三角架 那這個也是有換改裝的 所以它這個鐵套這些看起來都還蠻密合的 沒有龜裂的現象 那喜美比較容易壞後面這個鐵套 它有兩個鐵套比較容易壞 一個是這邊的那個扭力壁的鐵套 那這扭力壁的鐵套看起來也沒有規律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後製壁的鐵套 這個也看起來也蠻好 也都沒有裂開的痕跡 那我們再來看它的煞車皮 它煞車皮其實還有一半 後面涼的結構也算還OK 有沒有撞過或有燒過的痕跡 這台車其實雖然年份比較久 但是自己的狀況 本白說還不錯 那所以我們這樣子看了以後 整個底盤的狀況 除了肉油的問題 整個底盤看起來是沒什麼太大的一個異狀 那我們就把車子綁起來看 上面有沒有 上面的肉油的部分 跟皮帶跟一些耗材的部分 那引擎盤我們把它打開來看看 我們就看它這個 氣門蓋 那氣門蓋這都乾乾的 這都沒有肉油 對啊 這個狀況還不錯 那再來我們會看它這個 分電盤裡面有一個那個油風 它如果有肉油的話 會露到這個底下整個都是 那我們看這個底下整個也都是乾的 那表示這個油風都還蠻正常 那變速箱這兩個電池把 裡面也都有一個電片 那變速箱這邊也沒有肉油 再來就是一些水管的部分 因為這久了有些水管都會硬化 那它這個車子水管的部分 它都已經換了強化的水管 像這個上水管、下水管 還有暖氣出來的這些熱水管 這個全部都是換強化的水管 對那所以基本上這個車子 整體狀況都還OK 那再來可能就是 因為它現在里程跑比較多 也跑15萬多 那我們會把這個正時皮帶把它做的更換 因為正時皮帶大概是6到8萬公里換一次 那現在也跑15萬多快16萬 那如果說我們以8萬公里來算的話 其實是差不多 我們可以把它做個提前的更換 我們會把正時皮帶換掉 還有外面這三條皮帶 像這個動力棒部 發電機跟壓縮機的皮帶 我們都會把它做個更換 然後還有裡面有一個水棒部 我們也會一起把它做個更換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煞車油的話 煞車油它也算乾淨 但是我們還是會把它 到時候會做個量測 如果不行 我們也是會把它再做個更換 那機油跟變速箱油一定會更換的 那這個車有什麼通病嗎 這個車子的通病 大部分就是這個分電盤比較容易壞 然後還有裡面一顆電腦的計電器 車體整體的狀況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像它這個水箱的話 我看它這個散熱片都換掉了 那壓縮器也是換新的 那看起來那個前面皮帶 皮帶盤還蠻新的有沒有 那我們就 到時候會安排師傅下去 把它做個整個更換做一個實工 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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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洪老闆 我跟你讲二十几年了 我还在联合汽车转角那个时候 跟你讲那时候就配件弄到现在 他现在在这个立贤街这边 提价技术又好 经验又丰富 而且我跟你讲 场地又干净整齐明亮空间又大 这一次特地邀请洪总来帮我们这一次的 台北市汽车工会的公益活动 来看我们这台喜美可以加装什么配件 所以我刚刚看了一下行车记录器有啊 几乎什么东西都说 所以洪老闆一看说 我跟你讲这个没有蓝牙 换个有蓝牙的 换个有蓝牙的 而且我刚刚看他手上拿这台 还是品牌的 SORRY的我跟你说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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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车上这个是R6牌的嘛 对啊 对啊 我们换一个SORRY的 这个以后如果观朋友你们有需要 也可以网站查得到九升嘛 配件 音响 隔热子 行车记录器 还是你要盗这个 重丁 平民双双这个 都有 真的啊以前我们在那边卖二手车的时候 所有车工单开出来 客人要加什么配备 直接就是送九升 没什么好讲的 直接来就一次搞定 一次就搞定 连隔热子什么一次那种 以前还没有行车记录器咧 以前是倒车雷达中比较多 哇 那个要钻孔 因为倒车雷达 现在不一样 现在都不一样 时代都进步了 洪老闆还是一样年轻 我那时候也才二十 二十岁 二十出头岁 他现在也二十几岁 再加二十年四十几岁啊 好 那我们就麻烦这个洪老闆 精湛的技术来帮我们把这个 工艺车的音响换上去 搞定了 搞定了 好快喔 老经验就是不一样 这个叫我们自己来弄 要弄好久了 那接下来这个车 最后一段落 我们就剩下这个 回去把整个大美容做完 跳起来 宝哥来验收一下 OK OK 好吧 也非常谢谢洪老闆 这一次这个 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 这个工艺的活动 大家呢如果有 不管你是新车二手车 你有隔热纸配件的需求 都可以来久生这边 跟洪老闆接下 OK 真的很平价啦便宜又大碗 我刚才讨论说 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真的都赚工钱而已 对对对 不过这个负责任工法经验 真的是很重要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谢谢洪老闆 谢谢 好 那我们就回去继续下一个阶段 好 走 你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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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搞定了 我們來去找寶哥讓他驗收一下 這個做工藝 好多趟 寶哥 嗨 嗨 今天這個車開來給你驗收一下 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來把它送出來做工藝精開 很漂亮喔 好,我們到那個小鐘那邊 是是是 已經這個把基建的部分都已經 然後這個九升那邊 還幫我們換一個收檸的移檔 贊助的贊助的 而且小鐘那邊也是贊助的 後來才知道他不能收工錢 這個是我們這個乘車商圈 跟大家一起共同一下一次的 美容也都做好了 完全都沒有肉油 皮帶也都是新的 然後我們把這個水泡湖 大保養的那個內容 我們也都把它做好了 那這個請寶哥來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那最後呢 我們會在什麼時間 在什麼地方 來把這台車讓大家一起來參加 今年呢 10月5號 在這個 欸 市民那邊 希望我們小五點鐘 會有一種攀害的 正式的活動 五點鐘有開滿活動 希望 那一天 對於這個 愛心的朋友 對 我們現場 舉辦一個比較有意義的活動 啊好 那就這個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我們這個上片應該是 9月底上片的啦 是是是 所以當你現在看到這個影片呢 可能過一兩個禮拜 10月5號的時候 在這個 集合路這邊的台南海鮮餐廳 下午的5點鐘 所以如果這個觀眾朋友 你剛剛好 你也正好有這個 代付車的使用需求 那剛好 就這一次的愛心的活動 然後歡迎大家 在這一天 來這個 共享成績 來參與這個 敬開活動 那我們就謝謝寶哥 那我們就活動當天見啦 掰掰 大家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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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